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如果兩個帶電盒在空中,它們有交互作用 它會產生作用力,作用力大小呢 跟距離平方乘反比,跟帶電量乘正比 所以它這個Q,它的角色就像萬有引力的Mass一樣 只是這個K,它的大小要比萬有引力的常數機大多了 4π1分之1 它是多大呢? 它是8.99乘10的9次方 牛頓m square 的coolant square 那我們那個萬有引力當初是10的-20 負多少? 負十幾吧,我都記得 所以你從這個 這個是scale,距離嘛 在萬有引力跟電力來比 那距離,假如都一公尺好了 然後呢,都帶一個單位 有質量,用一公斤 那charge呢,用什麼衣庫輪 這種單位來看 你發現呢,它前面這個係數呢 這個係數告訴你什麼 這告訴你這個力的強弱 其實它的大小呢 顯示了這個力的強弱 這個電磁力 8.90乘10的9次方呢 比那個重力常數大太多了 所以電磁力呢 比萬有引力要強太多太多 強太多了 是數量級差很多 差很多 我不知道跟同學講過 所以你看那小學生 以前那個吸那個電 這個拿那個紙啊 撕碎啊 放在桌上啊 拿一個什麼那個尺啊 在那個衣服上擦一擦 就可以把那個吸起來了嘛 對不對 然後那個整個地球來吸這些紙的力啊 我隨便拿一個東西 放過來它就吸起來了 你就知道這個電力遠比什麼 遠比萬有靈力強太多太多了 那這邊呢 你以前在我們在高中就學你 這是個K常數 那以後呢 上了大學你要學的是這個 YPSON 這個是基本的一個常數 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電力大小 就是交互作用的電的大小 然後講到詞以後還會有一個 還會有一個 不過那個常數呢 因為電跟詞以後啊 因為我們沒辦法再往下交了 電跟詞是根本是 都是因為帶電造成 都是因為帶電造成 所以電跟詞是一體的兩面 一體的兩面 所以以後那個有了YPSON0啊 就不需要有另外一個常數了 那根本是同源 好 這個YPSON0我們稱為這個 Permittivity Council 非常重要一個常數 它是8.85 乘10的 負十二次方 centimeter per coolant square per newton square per meter square 所以你記上面也可以 比較簡單 就9乘10的九次方 然後呢 在那個 那個 乘上 乘上4pi 4pi的 然後再做它的導數 就是這個 dipson0 8.85 乘10的負十二次方 然後呢 一樣呢 你發現呢 這個 coolant for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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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一樣呢 滿足 它是一個向量的要求 所以它有交換率 有結合率 這種 它是有大小 有方向的 它的coolant force 是這樣 好 那我就出了 大概四到五題的習題 這張就結束了 就沒了 就給你來算 因為這高中教過 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在講 講了 比如說exercise 那你有酷能作用力啊 假設這邊有一個Q 這邊有一個Q1 有一個Q2 那它的距離呢 叫做L 那你今天呢 放第三個恰舉在當中 放第三個恰舉在當中 那我發現呢 Q1 Q2 一個代正電 八個 八個electron的電量 這個呢 帶了-2 electron的電量 那求你呢 你今天呢 將在他們中間塞一個charge 塞一個charge 塞一個charge 塞一個charge不會 好 在這條線上塞charge 放在哪一個地方呢 這個charge呢 會達到力平衡 好 達到力平衡 那這是你自己算的 我要放在另外一個地方 一個Q 放在什麼地方的時候 這個會達到力平衡 好 類似這樣的問題 好 有了作用力以後 我們再發現呢 這個charge呢 這個electrical charge 它有一些基本的一些特性 第一個特性呢 第一個特性呢 Charge is quantized 電荷呢 它帶的這個樹木呢 這就是帶的這些 帶多少電子的那個 所攜帶的電荷量呢 它實際上是離散的 是一顆一顆 就是是數的 數出來的 它不是什麼 不是 不是時數 也不是無理數 它是quantized 所以呢 Q呢 它帶多少電量 任何帶電呢 它呢 是n 這個是integer 乘上一個電子所帶的電量 所以呢 到現在我們看起來呢 這個電子所帶的電量呢 基本上 在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它是一個基本單位 就1 一個電子所帶的電量 1.6乘10的-19次方酷冷 這個電量 是基本單位 這個是n乘上1 那我們剛才講的 這個1等於1.6乘10的-19次方酷冷 但是呢 近代來後 大概60年代之後 我們知道呢 呃 這些proton啊 它也帶電 一個proton也是帶一個電子的電荷 只是它是帶正電 而不是帶負電 我們在1960年代的時候 發現了 原來 proton裡面有結構 它是一種叫做quark 構成 這個quark呢 它帶電 就是 Proton Proton has structure 它有 它是呢 發現了一個proton 它這裡面呢 有三個quark構成 一個是u quark 两个U夸克跟一个D夸克 构成了一个proton 那它的模型像什么呢 proton因为有结构 任何东西有size 有体积的东西 你就想要问什么 它里面有什么 这是很自然的 一个东西它有体积 你马上就想问它什么构成 它里面有东西吗 就发现了这里面有quark 那你看起来呢 那个quark之间呢 它有什么interaction 所以会产生一大堆 就是有很多的 我们说的胶子在里头 这个胶子是干什么的 胶子其实就是传递force的媒介物 传递force的媒介物在这里 proton里面是有结构的 然后呢我发现了 现在所有的物质都是什么 原子嘛 原子下面就是什么 proton跟neutron proton neutron加什么 电子 我们现在对世界的认知是这样 然后呢 这个proton跟neutron呢 这构成原子核 那个最基本的原子核 你发现这个neutron 它也有结构 它也是一样 像这个proton一样 只是它是一个u 那两个d 两个quark 两个dquark跟uquark 构成了一个叫做中子 那奇妙的是 这个quark都带电 可是它带的电核数是分数 分数 就发现了 这是quark 但是quark所带的电量 不是一个电子 所带的电量 也不是一个电子 所带的电量的整数倍 是它的分数倍 你发现了q 我们现在呢 发现了这个quark 现在知道了 那quark呢 分三组 这第一组 就是第一组 它有三个family 第一组 第一组呢 它们有两个quark 一个就是uquark 中文叫上 第一quark叫什么 down就下 然后呢 这个带多少呢 带三分之二 electron 所携带的电盒 那第一quark呢 带负三分之 是第一组 然后呢 它有它的partner 它的partner是第二组的 第二组呢 cquark squark c呢 我们称为chum chum 这个中文叫翻 翻成 魅quark 魅力的魅 有人把它翻成 灿quark 灿烂灿 把火这边拿掉 那squark呢 就是奇异quark 因为人家觉得它奇怪 在20世纪 那个的研究的时候 发现除了什么 还出了一个这个 这个不是我一般元素 里面有的 一般元素的 就是这两个构成 就是proton 跟neutron proton和neutron 都是这两个构成 这两个quark构成 所以这个 quark才是什么 最基本 宇宙最基本的building blocks 这个宇宙的结构 这些东西组合 那些物质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些基本的粒子构成 然后呢 第三组呢 top 就是这些都是带三分之二电荷 然后button 他们叫做什么 顶quark 这个叫什么 底quark 可是这个顶跟底 有人不喜欢 所以这个吧 这个topquark叫什么 叫做truth 真理 例子 那button呢 就叫什么 叫美 beauty 这也可以 到现在我们现在这个我们通通找到 这都是不得了 是知道这个拿 这个还没拿诺贝尔奖 知道这个东西拿了诺贝尔奖 知道胶子拿了 那个东西拿了诺贝尔奖 每一个都是大事 知道这些东西 然后知道有三代的拿了诺贝尔奖 每一样都是画时代的贡献 所以知道的 但是这些东西呢 它的带的 quark所带的电荷是分数 不到一个电子所带的电荷 那为什么我们比较常在日常生活看到呢 因为quark你如果放在真空 单一的quark quark放在真空的时候 它马上什么 跟真空起交互作用 导致什么 导致所有成为稳定的那些粒子 都是什么 都是quark的 要不然就是两个 叫UU bar UD bar 这些东西 就是两个quark构成一个 所谓的那个介子 要不然呢 就是三个quark UUD 构成的什么proton啊 neutron啊 这些的 这个叫做粽子 像我们发现的东西都是这些东西构成的 构成 所以你现在你不用考虑你如果你不想到那个微小的世界 因为我们一般的生活就是尺度比较大的世界嘛 你用这个q的ne这个想法去讨论就好 你弄的半天就是稳定粒子嘛 稳定粒子 那就是电子啊 然后那个proton啊 neutron啊 这些东西啊 在生活 他们带了所有的电荷 要不然就没带电 要不然带一个电就是 它整数倍 这是OK的 除非你要真是研究七本交互中 你才会想要找这个 在这个 不过啊 这个到 到二十世纪末 二十一世纪初又发现糟糕了 麻烦了 所有的这个building block 这种东西构成的物质都是什么 发现只占百分之五不到 这个整个universe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些物质 由这些构成的 还加上这个电子啊 什么的 那电子 电子也有它 也是刚好三 这个所谓的电子啊 苗子啊 那个mu网啊 这些 也刚好也是三 三组 也是刚好是三组 什么electron electron就属于这一组 这一组 就是这 Ude 这种东西构成我们 现在地球上所看的世界 就这三个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neutrino 只有四个粒子 构成了我们地球上的世界 所有东西都是它们构成的 然后后来我们看 看那个什么太阳的那些 望远映造那个知道的那些光谱啊 知道远处的恒星射来光谱啊 由光谱图就知道那当那个星球上有什么 就弄了半天了到二十世纪初啊 就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末年 二十一世纪初年的时候 发现我们所知道的这些东西啊 只占整个universe的 不到五percent 就搞了半天有九十五percent是不知道的 到现在也不知道 知道它存在 其中一个叫做暗物质 暗物质 另外一个就是暗能量 这变成二十一世纪两大科学上要解决问题 你只要能够找出告诉我们什么 你就历史留名 整个宇宙有九十五percent 是你不知道的 你从来不知道的 有这有东西的 所以这个是 所以那个科学上有很多东西 仍然可以进行探讨了 所以我们对这个宇宙了解 还没有那么样的完全 完全 好 那个暗的意思就是什么 暗的意思就是 它的暗的那个相反之就是什么 亮嘛 亮就是光 我们大家讲广 讲光就是什么 电磁交互作用 就是那个暗物质 它没有电磁交互作用 所以它不会发光的 不会有那么光给你看 所以它的作用力 没有电磁这种 带charge这种 没有这种东西 所以它叫做暗 那个暗 暗其实是讲的 它不是电磁交互作用力 就是有时候 那个暗能量呢 这个暗能量其实不是真的能量 它只是告诉你 这有一个 因为它只是来凸显它 那种东西不是物质 不是物质 所以没有质量那种东西 没有那个概念 叫暗能量 它告诉你这个宇宙为什么会膨胀 会撑开来 有一种排斥力 存在在这个我们宇宙里面 它会把它这个 越撑越大 越撑越大 有这个东西在那边 但它不是什么 不是物质造成的 那个占百分之七十几 那种东西占百分之七十几 那暗物质差不多占百分之二十出头 剩下的不到5%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这些东西 好 那再来呢 Charge是Quantized 还有呢 另外我们发现这个法则 Charge是什么 守恒的 什么叫守恒呢 电荷不能什么 不能创造出来 你如果在真空里面 你出来如果有正电 在这个地方的话 一定有一个负电的在那 Charge在一个反应里面 在这个比如说一个反应里面 你的Total Charge是3的话 你反应前跟反应后 它的Charge是多少 Total Charge是多少 是不能改的 这得到另外一个守恒率 Charge是Conserved 然后像什么 U238 这个是92 原子蓄九色 U238 我看我问问问题好了 这样可以 反正有没有一个叫 要撂寒庭的 原子蓄是什么意思 这就原子蓄 原子蓄是什么意思 那我告诉你 92是什么意思 直子的数量 那238呢 告诉你直子数量 就告诉你什么 电子有几颗 是一样的嘛 因为所有的元素都是电中性 所有元素都是电中性 所以直子数量告诉你 就电子有几颗告诉你 那238呢 它告诉你中子数 由这个东西 你知道中子数占多少 因为中子跟那个直子的质量差不多 好 它会衰变 衰变成这个 234 然后90 Proton呢 少了两颗 然后呢 原子量呢 变了4 表示什么 表示有四颗 那个这上面变了 238变234 92变90 就是两个Proton没有了 然后这边呢 两个Proton没有了 表示我Charge里面呢 少了两个电荷 但是电荷要守恒呢 它就会产生氦 氦的原子蓄是2 氦的原子蓄核 所以呢 原子核里面呢 就会有两个什么 有两个那个 有两个那个Proton 加起来说电荷数92个 带92个正电 然后上面呢 变成4 4 氦4表示什么呢 这边两个直子电荷 然后呢 原子量少了4 所以它是少了两个 两个那个Neutron Neutron 所以两个Neutron 两个Proton 是 所以当我们写这个东西 我们不考虑什么 不考虑外面电子 这是因为是核反应嘛 是专门讲原子核的 它不管外面的Electron 怎么样分布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 那个Charge 就是Conserve的一个反应 Number of Proton 所带的Number of Positive Charges 不能少的 还有呢 正电子跟负电子 加交汇的时候 这个是它的 因为我们后来 有了Electron 在19世纪末 JJ Thompson 确定有Electron存在之后 后来的物理学家呢 就认为呢 有一种叫做Antiparticle 一定存在 Quantum出来告诉你 后来就找到了 Positron就写成这样 这两个呢 一旦加起来呢 就湮灭了 成光 变成Gamma Gamma 变成两道光子 出去了 所以呢 正负电 一个正电 一个负电 加起来呢 它后反应是什么 就变成没有了 不带电 所以这个反应呢 是可以成立的 当然还要一个什么 能量守恒 动量守恒 这些东西都要把它放上去 还有Charge Conservation 这些条件成立 那这个反应 就可能会发生 发生 好 这个看牙医师 以前照相的 很多就是用这个 钠二十几 二十三嘛 放出一个正电子 好 那我们这个 这一章结束了 现在呢 要回到什么 回到这个 交互作用 怎么产生的问题 怎么产生的问题 所以我们介绍 开始介绍一种概念 叫做常 这是叫 Electric field Electric field 引进了一个新的概念 你说老师那以前怎么没讲重力场呢 重力场 厂的概念不是从重力来 历史上 厂的概念是从电池作用力来 讲出一个叫做Electric field的概念 第一个 他为什么要讲厂呢 他就要想知道 我两个这些带电的东西 他们为什么会感受到排斥力跟吸引力 他又没有接触 没接触 为什么会有作用 他问了这个问题 How to charge particles 它怎么会产生交互作用 为什么你们要培养有这个想要 不是课本上告诉我 有一个法则 叫做一个数学以亏讯 你就说好吧 我就把它记起来 拿来使用 就算了 那些真正有建树的人 那些科学家 或这些创建的人 他只想要知道 Why 想要知道后面 为什么会这样 他就问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这两个既然没有碰在一起 他为什么要interact 你不能只告为一个数学以亏讯 叫做 法则叫r平方程反比 它就产生作用力 他不满足于这个说法 所以他就想要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interact 他们怎么会知道彼此存在 所以 由这个概念 想出这个场 这也是历史上一个 非常非常奇妙的故事 所以我们在这里 引进了一个electric field 就是想要讲 这种 所以以前讲什么超距离 这种概念 什么叫超距离 为什么会有 他们就不满足 他想说今天呢 想想看 今天有一个charge在这里 另外一个带电荷 放进来 它就会产生作用力 那我这个charge没有的话 我这个charge 另外这个charge放在这边呢 它这边就不会产生作用力 所以呢 有没有这个charge 放在这边 我空间里面一定有所不同吧 对吧 他就是这样想 你今天呢 有个电荷放在这边 我再放另一个 它产生作用 那我没有这个 它就不产生作用 所以空间一定跟什么 有没有放charge 一定会产生一些 不一样的地方 那个不一样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东西 要问这个 基本问题 那想出这个概念的人呢 引进这个electric field 这个概念的人呢 就奇妙是什么 它只有小学程度 它是一个小学毕业生 引进了 第一个引进什么叫做厂的人呢 他不会calculus 他只有小学毕业程度 可是呢 他是历史上的大物理学家 真正大物理学家 我们后来知道 就是法拉第先生 小学毕业生 所以他以前写那个什么 物理学法则 什么 用文章描绘的 用写 概念用写 文字描绘给你 你看不到 数学方程式的 就是理念的表达 一个写给你 但那个了不起 这是历史上的奇迹之一 一个物理学家 他明满天下了 后来成为 十九世纪 大概是 应该是 最伟大的 实验物理家 跟化学家 只有小学毕业 你难以想象 然后呢 另外难以想象 它引进了一个叫做 场的概念 这后面我们在学场的时候 却要用复杂的数学去写它 后来场就是 因为数学把它简化 简化的东西形式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 比较多 比较什么场 我们讲的 Electrified 一个Vector 后来也可以讲到Tensor 那种场 你的表达方式呢 就是用很简单的字母 但它有很深的深意 在后面 用那个方法去写 就数学家呢 把它变得 更加的 那个什么 简洁 优美 但是呢 一般人是不会的 你要懂他那个在写什么 你才看得懂 可是他原始的 他的创 这些提出这个概念的人 却是什么 却是一个 不会什么数学的人 就是一个不会什么 这是历史上另外一个 没有办法复制的事件 那法拉第先生呢 在学徒出身 学徒出身 所以跟着他的那个 那个老师 这个化学 学化学的化学教授 然后做实验 可是因为他对科学的喜爱 这就是他在很年轻 他也比我们幸运 他在很年轻的时候 他已经知道他想做什么 只是因为他的家的条件不好 家境穷困 不能让他受教育 只能当什么 当学徒 当学徒 然后呢 碰到一个 那个英国的那个化学家 听他的演讲 听了他的演讲 把他的演讲呢 那个手 就是讲的东西记录下来 做了那个 那好像四次演讲 做了这么大一本的手抄本 演讲记录 记给了那个化学教授 那个化学教授 那化学教授后来收他当什么 不是当学生 当助手 他就学徒出身啊 当他的助手 端门啊 什么东西要 要什么 加热啊 或者是要 炼镜什么东西 就叫他那个学徒去做 那最后呢 那个 没想到这个 法拉第比他还有名 到最后呢 他的科学上的地位 超越他老师 他老师已经很不得了了 在那个 因为是化学家嘛 这周期表一堆的元素 是他第一个发现的 结果没想到 然后收了一个徒弟 这个徒弟呢 成为十九世纪的 最伟大的实验物理家 跟最伟大的实验化学家 超过他的老师地位 那个是 你可以看啊 这个有 那个前一阵子 那个 这个理学院啊 我们这个数学学家 理学院不是有 有一些那个叫做 他有定期的出版刊物 放在网络上面 那 那一 今年这 一连串的 都是介绍了这个 法拉第他的生平 讲他的故事 是非常 就是说 励志 让人家那个 觉得这个真的是 我们的一个榜样 他如何克服 他先天环境的 这么糟的环境底下 他呢 有这么多的创建 所以他第一个 引进有场的概念 他就在想 这个 这个 Q1跟Q2 为什么能作用 他想把这个东西图像化 是不是能够做个实验 看看有什么 为什么能作用 这个同学大家在高中学过 他不是拿着很多草吗 让他带电呢 你说你带电盒放在那些带电的那些草 受到charge作用 他就会什么 受力 他就排排排成了一些特殊的 那个形状来 就把那些干草 让他带电 我先放一个charge 它产生交互作用 它产生交互作用 所以那干草会移动 然后排出一些形状来 所以他认为什么 他认为 他引进一个场 就是为了要解释 为什么带电盒放在那边 它会有作用 他认为什么 这个空间一定有些看不见的东西 当你一个恰恰放在那边 看不见 你看不到 但是它在那边 所以你当电盒放上去的时候 它感应到 它就会产生什么 force 它撑这些东西呢 看不见的这些线 叫做什么 叫做场 很简单的 叫做场 所以呢 你电盒放在空间跟不放的 前面差别就是这个场 有没有这个场 所以你放上去 有一些看不见的线 在空间里面 所以别的电盒放上去的时候 我就可以什么 就会感到它的作用 那场在那里 就受到作用 它就会移动 好 那那个 Electric fuel 我这边有一个 Charge Q在这里 放在真空里面 我知道呢 别的电盒过来 它受作用力 所以我认为 它就这个 法律页法 这空间呢 好像一些 一大堆的那种 看不见的东西 线 就像那个 它那个什么 那个用草来做实验 如果是草带电 你放一个 一个电盒放在那边 那些草呢 它会排排排 排成一个分布图 放成一个分布图 然后就把这个 这个理念呢 引进 它叫做 这个叫做Fu 那Fu的大小怎么办呢 因为它有分布图 所以它一定要什么 有大与小 还有什么 方向 为什么会有方向 因为你放上去有力 那力是一个向量 它受到 它在某一个方向 它往某一个特别的方向动 所以它是有一个方向的量 它叫Define 今天呢 我们知道什么叫Fu 在学力学的时候 知道什么叫Fu 所以有带电荷的 带电荷 两个带电荷起作用的话 它会产生Fu 推动 那你如果在放 那个带电荷本身有质量的话 就会受到力的作用 它会移动 会有加速度 那对于这些草 这每一个草上面都有带电荷 所以你今天放一个电荷 放在这边呢 它这些带电荷也会跟着中 所以草就会排成一些特别的那些形状 所以它就想象 那我这个Electric Field怎么办呢 它们想到Electric Field 这Fu的概念是什么 它有方向量是从哪里来的 从False来 因为它是有放进去会受到力 所以我今天放一个电荷在这里 这个电荷受到一个力 受到力 那么我空间呢 想象我在这个地方想象空间呢 有一大堆看不见的线 因为我有我的电荷放在这附近呢 造成了空间跟原来没有这个电荷 是不一样的 那我再把一个电荷放上去的时候 它受到一个力 它受到一个力 那我如果我把这个电荷呢 Double之后 它的力就会什么 增强 成为原来的两倍 所以我今天要随便把一个电荷 就是叫做那个测试电荷 Q0 放在这边 然后用T好了 QT 代表Test 放在这边 你放在这边你受到一个力 受到一个力 它就会往上推 它会往一个方向跑嘛 这个电荷 所以 所以呢 把这电荷拿走 我放测试电荷会受到力 我放同样多的电荷 另外一个测试电荷放上去 它一样受一样的力 所以我的电量变两倍 它的力应该什么 就是两倍 对吧 合理推论呢 我今天放一个电荷在这边 它受同一个力 我再放另外一个电荷在这里 它还是受一样的力 所以呢 我今天放一个东西 电荷是它两倍的 它的力应该是什么 double嘛 因为力可以什么 相加嘛 知道吗 相加 力是向量 所以我放一个测试电荷 或者是一个Q 一个Q 我会得到一个force 那我如果在同一个位置放一模一样的电荷 它就会受到这个force 那我把这两个电荷都放在这边 它的force应该是什么 各自都是F 所以那这两个电荷呢 的电量加起来 放在这边放上去呢 它应该受到多少力呢 应该就是两倍的力 两倍的力 所以呢 但是呢 我这个电荷放多少 跟我原来这个涨的图 应该是无关的嘛 这个图是我的那个什么 空中的charge distribution造成的 我今天放到charge 我的整个空间跟原来有点不同 造成的 所以它想象说 那么你的electric field呢 这个场 这个分布图跟什么 跟你这个测试电荷是没有关系的 一定跟什么 放在这边的电荷才有关系 才有关系 所以啊 那但是我呢 我只能量力嘛 对不对 我知道量加速 我知道力的direction 所以就define Electric field 等于什么呢 我们两个的力 除上什么 除上这个 测试电荷的 所带的charge 这样就可以把什么 这个测试电荷的这个因子 消掉了 对不对 因为你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你的力就是 一倍 两倍 三倍 四倍 这么多 那得到这个 Electric field的产生呢 完全是 这个charge distribution造成的 它用这个东西来去描绘 描绘作用力 那你要知道 它不会为其分 它数学就加减乘除了 它就会学到这些而已 它连个国中也 初中也没学 就想出了一个场 改变了我们 对这个物 这些东西的描绘的看 描绘的那个方式 最多一个引进一个叫 Electric field 单位呢 所以E呢 Electric field 这单位呢 它的 unit呢 这是牛顿 per coulomb 所以大小我大概知道 那方向什么方向呢 force方向 那force方向呢 因为你的 Q 可以带正电带负电 因为 charge 我们知道有正有负 所以呢 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说好吧 就除上 就是它所受力的方向 我的测试电盒通通用什么 用正电带 然后呢 然后它所受的力的方向 代表 electric field 的方向 那你负电放上来 就是什么 方向就相反 就变C回去 好 有了这个概念以后 我现在有了这个大小 就有了这个方向 那我大小怎么弄呢 法拉第呢 用那个草来想象 他想到空间 有一大堆的看不见的线 他就把它叫做 电力线 那我今天呢 电力线 在空中 我看不见的 我看不到 就是这些电力线 想想就是那些草 带电的草 受到力 作用最后排出来的 那些线 那我这个测试电盒放上去 那这个电力线大小 那个力的大小跟什么 跟你这个当初这个 这个放进去的这些 charge 的distribution 有关系 你charge 放两倍三倍的话 我这个线当然就应该越 越什么 越多 越多 所以呢 它想出一个 Electrical lines 它讲到什么 这电盒放在任何一点 它说的力方向是什么 这些线的切线方向 就好像碰到一个 触到什么东西一样 切线方向 当作力的方向 那大小怎么办呢 那大小怎么办呢 这大小跟什么有关系呢 就是跟它自己带的电盒 也跟什么 这些线有关系 所以它用什么来代表呢 它就用 这些线的什么密度 越密的代表什么 代表Electrical field越强 越疏的代表Electrical field越弱 就把一些概念图像化 空间有看不见的线 布满在空中 在空中 这个线哪里来 因为我空间有带电盒的关系 它跟没有带电盒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别的带电盒过来 碰到那个线 碰到某些地方的电力线的话 它的切线方向代表受力方向 然后受力大小 跟这个带电盒本身有关系 但它还跟什么 跟这个电力线怎么分布有关 这个电力线越密的 越密的 那么它受力越大 越少的 受力越小 所以它就想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我告诉你 你这个在衍生 那个R平方乘反比 自然就形成 你知道吗 它怎么想法 R平方乘反比定律 从这边可以想出来 它是exercise 下次你告诉我它怎么想 你这样的话 你知道我们做出的那个 厂的大小或力大小 非得是这样不可 One over square 那那是你知道的那个法则 你知道它是十九世纪的那个 早期就开始做实验了嘛 它虽然活得也算蛮久的 可是它不会数学 你知道它不会数学 只会加点乘除 所以把这个风弄出来 后面就是这个 R平方乘反比定 因着它想象 这些看不见的线 告诉我 这个 我说的厂的强度 强度 那么 一个单位电荷 它跟另外一个电荷 它之间的交互作用 跟距离平方乘反比 这个可以由这个图得出 我告诉你 这后来发生很多故事 有的 你知道因为我们受教育不同 我们的台湾学生 受了这个数学的 这个以亏训的限制 很多时候在想以亏训 你知道别的国家 学生不是这么想的 那我以前碰到一个老美啊 大家想要知道一个东西的计算电厂 什么东西 我一下子算完 数学嘛 多容易啊 它算完 它在想什么 它在想这些看不见的线 想办法推半天 想到这些线 用这个方法去想 后来我知道 还有人是这样做 这样来看问题 所以收获良多 他在想不想 我已经知道了 我跟你讲 想这个东西 会有些创造的现象出来 你想以亏训 很难啊 你只到最后得出一个答案 你就放 结束了 这个东西会让你有什么 有思考 有图形 好 所以以这个为例 R平方 这是SSR 你回去 你告诉我 它想出这些线 为什么能够知道 场或力 它就非得是R平方乘反比 好好想象看这个问题 我插头剩下一分钟 好 那这个 习题虽然够了很多 真的不少了 其实都很简单 都不难 就是Charge跟酷能作用 所谓的力就是什么 就跟你做弯游语力 是一模一样的 好 嗯 啊